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次斩获中国市内设计最高奖项金堂奖 代表作品百度国际大厦中国海关博物馆 设计师就像冰一样 你得忘记你曾经是谁 我是设计师高志强 此时主持人刘晓曦和设计师高志强 需要前往委托人的家 为他送去最高30万元的免费装修基金 你好是医生老师吗 我一打开门了之后 真的我心里愣了一下 因为之前完全不知道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条件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能做到的就是有礼貌地蹲下来 把这个信封交给他 恭喜您入选 本京为室暖暖的新家第二季免费装修 恭喜恭喜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没什么开玩笑 真的 对 我虽然之前想象了 各种可能 但是一开门的一刹那 我觉得我还是被惊呆了 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哎呦 激动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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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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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高志强正式入住李爽家的时候 一个特殊的物价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必须得使这梯子 这梯子 用不上但对于李爽来说却是生活必需品 所有放在柜子上层的东西他都要用这把梯子解决 而每次下梯子李爽要先踩到床上 然后坐下最后翻下地来 还出一头的汗吗 对 没办法这个 就是我干这个种活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拿个东西啊 怎么知道反正都得出点汗 可能你们正常的想象不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生活啊 谁问我 说 沈哥你那个土地公共为什么抬着头眼啊 我说你没想到 你们都是比我们高的 这土地老婆本身矮嘛 他从地里出了以后 他看的这个社会世界 他肯定仰着头啊 他如果跟你们一样高的话 他绝对也是平视的 他生活的不便远超出我的想象 所以我现在看到他从那个蹬着梯子上柜子去取东西 就彻底改变了我一个思路 就是当别的设计师 比如说面临一个小家的时候 往往都是向空中去发展 我这个呢 恰巧相反 我得从地面去发展 来 等着 哦 您开开了 来吗 我拜了 随着设计师高志强的入驻 林爽佳另一个巨大的设计难题 突然浮出水面 原来 李爽并不是自己生活 他的父母也会不定期地住到这里 李爽的父亲名叫李长存 今年78岁 和李爽一样 也是一位矮小症患者 身高也只有一米 但出人意料的是 李爽的母亲却是一个身高有一米六八的正常人 李爽的母亲名叫史书秦 今年70岁 她18岁那年参加工作 在工厂里认识了才华横溢的李爽父亲 小时候她干活 说实在的干活挺 稳真没想到 再生登山 天神 起床 老师 你 准备 从 那 小时候 今天 感谢观看 李爽的父亲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老艺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李爽家的橱柜要比普通人家的橱柜矮15公分 是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为照顾李爽和父亲的身高专门定做的 然而没想到这样特别的设计 无论是对李爽和父亲 还是对正常身高的李爽母亲来说 都非常不方便 平时李爽母亲要猫着腰切菜炒菜 而李爽和父亲也需要踩个小板凳才能够到灶台上的锅 然后那个小凳是您平常炒菜时候占的 对 就这个小凳 对 咱们得有新方式 一定不能是这种挪来挪去的这种 好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每次开抽油烟机 李爽都要举着一个小棍子 小孩呢只是矮 比如说一米高的小孩 但是他比例其实还是正常的 事实上李老师呢 他一米高的身高啊 大部分躯干占了主要的高度 腿 胳膊 手都会非常短 这样的话呢 他生活当中呢 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方便 比如说他抓握 他没法像我们一样去抓握 一个稍微直径粗一点的东西 咱们今儿有点过节的意思啊 有有有 过节的意思 我记得你啊 对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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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菜 怎么样我这菜炒的 看 味色俱佳 平时三口人居住时 李爽父母睡卧室的大床 而李爽则睡在客厅的钢丝床上 这天设计师提出要住在家里 李爽决定把钢丝床让给设计师高志强 而自己和父母三口人睡在卧室的大床上 那你拿着吃 对 行 给吃点 行 这个我都给他拿着包 上床睡觉对于正常人来说 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当设计师高志强看到李爽如何上床时 令他十分担心 除了床的高度 李爽家还有一个特别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开关 他家没盏灯 只有一个开关 我会把灯给您关了吗 灯我关吧 没事 我关我关 他的卧室进门的时候有一个开关 但是他要想关灯 我记得那天晚上跟他们道别的时候 我还说了句 我说要不要我帮你们关灯 因为他在床上没办法关灯 那他跑下来关灯 屋子又黑 他在上床 你要知道他下床上床是很费力的 这有一点 我 akkor来上床上床 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你给我寻找 我再去新闻 你 我 我 我 词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时间久了 李爽爬上爬下已经非常熟练 但对于上了年纪 腿脚不好的李爽父亲来说 这样的凳子老人家根本爬不上去 只能每天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几句 上卫生间他只能坐在马桶上 像女生一样上卫生间 即便像女生一样上卫生间 他都很难很舒适的上卫生间 因为他的大腿小腿都很短 所以他就要借住一个凳子 然后坐到马桶之后又把身体再转过来 反正总之他的动作都会很难都很大 每天早上开窗通风 这是一件正常人用几秒钟就能完成的事情 可李爽却用了足足一分钟 他家的窗户距离地面超过一米 李爽够不到 因此每次开窗户对于他来说 都是一个大工程 他的窗前常年摆着一个凳子 李爽需要爬上凳子才能够着窗户 而就是这样普通的凳子 李爽也上不去 他还需要踩着另一个小板凳才能爬上去 体验了一天 除了发现李爽家各种生活的不便 设计师高志强还有一个特别的感触 他们一家人的那种相亲相爱 你看尤其是像他母亲 是完全一个正常的一个女性 然后嫁给一个身高只有一米的一个他的先生 但是他们相亲相爱了一辈子 到老了都相如一墨 我觉得这个特别感人 母亲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很善良 真的很善良 他们那天我们家体力回头都是我妈妈干 我跟我爸爸帮不上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 那天雨特别大 我妈骑个二八的女车 我爸爸坐在后面 我妈推着进来的 居然穿着雨衣都湿了 我那个那个是七十年代的事 我真的到现在我想起那个画面了 我就感觉我们家老太太真的不容易 反正挺苦的 那会儿确实是挺苦的 我得用我的专业给她打到一个既舒适又温馨又安全的这么一个家 完全适与她来生活 怎样把这份浓浓的情感融合建高至强的设计者 对于设计师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有难度和挑战的事情 多谢高老师 她这个客厅没有任何采光 咱们正常生活当中的所有尺度对她都是不合适的 那么洗电台如果是我们用正常高度 她根本都不知道 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是马桶怎么办 她坐椅高度最合适是28米的 能很有尊严的在生活 而不是说社会对她的怜悯 设计师高志强和他带领的设计团队成员们发现 李爽家的改造一共有三大难点 第一既要方便李爽和父亲两人 只有一米的身高使用 又要照顾到李爽母亲正常的身高使用 第二李爽家只有一个窗户 采光问题很难解决 第三现有一居室要变成两居室 满足至少三口人的居住 彼此之间又需要私密空间 我们既要站在她的视角去观察这个生活 同时也还要以正常人的方式去看待 搬家的日子到了 正好赶上大雨天 李爽一家三口开始整理东西 清风房子 而李爽的母亲 作为这个家庭唯一正常身高的人 尽管年过七旬 仍然要承担所有高处东西的整理和搬运 这边就拿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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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 我的妈呀走 走 走 我也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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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我这粒子亮了 爸 爸 我白吃那么多粘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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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点累了 这谁啊 哎 正在一家人为搬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困境 哎呦 这还是少爷嘛 对对对 少爷和品牌还漂亮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是爷爷 来来来来来 宝贝很精神 来来来来 进来里边 进来里边 那个说是搬家 我说看看能帮什么忙 来来来来来 来 走 放你放你 放你 这个 哎呀 哎呀 这忙很够了 师父 哎呀 您这设计师又受累了 舒服 高度也合适 哎呦 哎呦 这都是土 我都一直没动 没事 没事 你们小心点啊 我拿给你们接着点 好嘞 这次改造啊 您就要扔掉些东西 就把一些所有没必要东西 没用的东西 10年8年用不上 就扔掉 好 咱们北京的房子一坪米好几万 这房子给人用 不能让那些没什么用的物件 占着这好几万 对对 听说这个 是吧 那高老师就给您添麻烦 麻烦您了 明明客气 我们俩清了 看我天了 干啥干啥干啥 满台的东西 我天哪 你去慢点呗 经过一天的辛苦 黎爽一家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临时居住 他那个 他那个 本栏目是由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 齐家互联网装修新方式 微信搜索齐家参与节目互动 就有机会赢取精彩大礼包 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收咱们房子的钥匙了 我先问问叔叔 您以前有想过说有那么一天 这个房子可以再重新装修 而且还可以免费装修 您曾经有想过这事吗 想过这事 我在那儿除了做梦 这回不是做梦了吧 能看见小溪了就兴兴了吗 看见你了 太激动了 说不出来的高兴 架钥匙呢 好 有请齐管家 叔阿姨您好 感谢您选择齐家 我是您这次的装修管家 您放心 您的家就是我的家 那现在我们就正式把咱们架钥匙交给齐管家了 来 放到我们这个齐家的小别墅里 来 成功 交给你了啊 房间干空后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 如何解决采光问题 是摆在设计师高志强面前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认为光是一个家庭的灵魂 但是没想到刚一开工就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因为李爽家只有一面朝东的窗户 想要把光线引进客厅 设计师最初的方案就是打掉这堵卧室和客厅的连接墙 但是没想到这竟是一面抗震墙拆不了 我原来是以为这面墙是可以扩宽的 现在看来呢有点难度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具体什么办呢 具体什么办我还没想出来 经过一天的调整 新的方案最终出炉 我发现现场的那个厨房的那个之间那个墙是非常多墙 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包括一些管线的这个重新的改造呢 我们也想到一些新的办法 所以呢就决定要对它要做一个大的少数 设计师决定大胆的拆掉连接卧室和厨房的整面墙 使厨房和卧室打通 这样阳光就可以直接照点了 但是谁也不会料到这一方案被执行后 又有一个更大的难题 在等待着设计师和施工队 墙被拆掉后 房间顿时明亮了不少 但是有两个管道却横在房屋中间 成了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燃气管道 一个是暖气管道 因为暖气还要跟物业写 肯定要得跟物业写 不协调的话咱们也没法用 经过讨论 改动李爽家的暖气管 需要停掉这一楼层的所有暖气 这样复杂的情况 不得不需要李爽亲自过来协调 可谁也不会料到 李爽的出现 却引起了之后的一场轩然大波 高老师接着来吗 接着来 设计师傅来 来到装修现场的李爽 环顾了几下四周 并和工人简单交流了几句后 突然十分生气的离开 头也不回的走了 随后 李爽给栏目组编导发来信息 表示对设计师高志强的某些设计 非常不满 我觉得呢 其实他提的点也没什么关系 地砖拆掉也没问题 原来设计师高志强经过测量 发现李爽家原来的地砖很平 所以想直接在上面铺设地板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举动遭到了李爽的激烈反对 为此设计师决定 必须第一时间去寻找李爽 跟他解释清楚原因 不在啊 是我高志强 我们到您家来了 到您租的新家这来了 然后跟您沟通沟通 您没在家 今天我发现一个问题 到现在我真的 我因为这个事我没吃饭 真的 唐老师我跟他说 不用那么 不是 在我眼里小细节都是大事情 如果要这样 要给我护能的话 我就 这节目都怪他 他要如果这么闹 你们趁早给我换人 我不用 要在地上给我护能 那别的肯定 你去护能 你去护能 我准备了 我会说 我会想我 我会想你 说 她有个英误 我会想你 你去护能 我都没想你 你去护能 那你去护能 你去护能 我跟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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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强特地驱车40公里 来到城郊的一家卖场 寻找适合李爽使用的马桶 之前他通过朋友打听到 这家卖场里有一款神奇的马桶 市场上一个普通的马桶 价格一般在1000元左右 而设计师高志强所要寻找的这种可以升降的马桶 据说价格要在3万元以上 是普通马桶的30多倍 曾经在这一款车40多倍 郭总 来 客人 来 来 您里边请 里边请 郭总 你好 您好 老师 那天给您打电话的 设计师高志强 哦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现在在做这个住宅的 这个业主啊 是一位很特殊的一个客人 他身高之后 他们家里有马桶 我找边的市场 也没有找到何事 正好我这有一款 能不能用啊 可能你得看一下 哇 这漂亮这个 这等于是能升降是吧 对啊 这款可升降的马桶 升到最高处时 马桶圈距离地面的高度 是41厘米 而当马桶降到最低处时 马桶圈距离地面的高度 则是31厘米 马桶升降到任何一个高度 可以由遥控器自动调节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我们长爱心节目 我们设计师也不拿设计 这一分都没有啊 我现在现有的这个装修的经费啊 已经买不起这么贵的一个马桶 我有这么一个不太好意思 说出来的那个请求啊 您能也奉献一次爱心 能送我们一件马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栏目是由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 齐家互联网装修新方式 微信搜索齐家参与节目互动 就有机会迎娶精彩大礼包 阿姨 李爽欢迎回家 欢迎叛星星叛月亮 叔叔阿姨还有李爽 终于等到这一天 来 尤其我们齐管家 叔阿姨 李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感谢您信任齐家 您的房屋严格按照 齐家480条专业施工工序装修乱闭 我们用这个多功能检测仪呢 进行一下全屋的断电试验 当插到插到上的时候呢 按一下红钮 房屋的电 跳闸证明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经过今天的验收 我们的装修完全符合齐家装修2.0验收标准 验收通过 现在把钥匙交换给你 好吧 然后您开启暖暖的新家 现在将钥匙也拿了 习管家也说了 可以正式回新家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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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好漂亮 终于把您家房子装完了 终于把您家房子装完了 我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现在仍旧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您家的场景 我们普通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您却要依靠各种小板凳来完成 每天爬上爬下 生活中充满了危险和不变 您家中年暗无天日 不开灯根本无法生活 家中杂乱一场布满灰尘 至今让我心酸的是 由于坐便器太高 您根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上色 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 要让您告别小板凳 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你们家有太多的故事 令我感动 您年近八群的父母 相互扶持 相濡以沫 都是那么深深地感动我 希望我的这份爱的礼物 你们能够喜欢 我真的我都太激动了 哎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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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 感谢观看